欢迎继续锁定调查报告 我是廖方杰 2021年台股的旌旗是航海王 但是到了今年就是AI概念股了 主要是去年底 ChartGPT掀起了很多AI的讨论跟热潮 所以台股AI的概念股呢 在今年也就一飞冲天 然后广达的林百里 就因为这样子要生成为台湾首富 那另外包括伪创技嘉股价也都是一路走洋 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呢 就要邀请到立基店的董事长 黄崇仁先生来到现场 跟我们分享AI的各个面向 同时呢也来跟我们分析 半导体整个产业跟趋势等等 欢迎黄董事长 好 主持人谢谢您 各位观众好 好 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这个航海王 这个航运股 但是呢今年的这个AI股 到现在大家股民最好奇的就是 好像AI概念股在一飞冲天之后 有一点走向这个航海王的趋势 说这个冲高杀低 董事长觉得AI有可能会泡沫化吗 AI股 AI是不会泡沫化 股票我不敢说 为什么 因为各加你现在提出来的 包括伪创技嘉广达等等这些公司 真正有AI的商业通常不会超过20% 其他80%跟这没有什么关系 但大家把它看成一体嘛 所以你会从获利的角度看起来 它会增加一些获利 可是它不是整体增加一倍或两倍获利这样子 所以这个叫做期望值 股票的时候你可以带来期望值 像神经股都是这样的议策 有闷最美 这时候就产生有闷最美 但是这是一个AI的开头 那这个NVIDIA或者是 AMD不一样 AMD卖普通电脑用的CPU NVIDIA的东西都是非常贵的 那么贵的就产生一个问题了 它是被某些少数能够付得起的人用 其他你用不到的 那目前我那天看华晨勋的演讲 它的最大的 现在就是大家OpenAI Charge GDP这种 所谓深层式的AI 但AI不是只有这些data数字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的叫做AI data AI 就数据拿来 你现在我有个问题上去 就把你找数据 可现在这个很大的一个scope 你用AI去搜索到你要的data 这是目前的一个所谓AI 但AI不是只有这样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个 我们一个手 我们光是手要做成一个AI 成人的手 都还做不出来 你现在说机械人什么 他的手不能这样子 就是灵活度还差很异 因为我们真正的灵长内的跟人类的手才能这样 你要做这样的时候 现在还没有任何computer 我任何技术可以当五个指头独立活动 然后这样子 但是未来的AI是有机会的 这个未来大概多远了 明后年就开始可以进行了 因为我们公司就在发展一种AI 就是一个chip 它本身具有AI的特性 但它也本身也是一个computer 小小一个 那每一个都可以放一个 要指挥 对不对 你那个NVIDIA那么大的 跟这个也毫无关系 是 这种也是AI 假如说我手都能动的话 那我可以指挥他炒个菜帮人 因为你现在的机器人没有办法 这个老太太我把他戴起来 我手这样 这也是这种AI 这种AI才是真的是普及化的AI 对 现在在家里那个吸尘器都喷来喷 好像AI其实根本没有AI 未来的chip就可以detect到什么地方 看什么不应该弄 这个就是AI 就不会再这样撞一下 然后才要离开 他没有那个叫做un differentiation 就是跑来跑 可是将来的有AI去不到 他就会知道什么地方 应该去打扫 什么地方不用打扫 因为他用掃描一看 然后AI一认知 然后就就会跟在那位置跑 所以就像董事长说 就是未来的世界 其实AI就是无所不在 而且更精致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例子 在我们未来可能这个更精致的AI 可以怎么使用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会看到 我要先讲一次 不是AI都是那么方便的 像很多像 賓士他做的汽车就是AI AI有点复杂 他当然可以做很多动作 那很复杂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很 英文叫做comprehensible 就是很容易理解的AI来使用 对不对 所以很重要一点事情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刚刚讲那个人的时候 因为现在各国都很开心 我人可以长寿 但各位知道 国家平均说明增加一年的话 国家花多少钱 病啊 什么疾病 因为越来越近了 对 你要请多少人看病 那现在未来如果有AI的机械人 你这个病人我可以把你带起来 我可以帮你怎样 这个不是将来的机会 但是我刚刚讲过 你一定要把手变成能够 变成软软像人的手 然后做这样 这有没有机会 有机会 这个东西 AI都可以做 我举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那 我们你看我讲一个有个进步 对不对 过去可以那个4G 5G的时候 你的通讯 你可以在家里 换个监视器 然后看你的费用 有没有欺负小孩子 有没有 那已经是一种进步了 那 未来是有一点什么变化 AI监视器来跟你讲 就不用一直盯着看 就更聪明了 这个 这个是未来的一些训练 就是说 很多东西 AI帮你做监视器 帮你看 有需要他告诉你 应该做动作 没有需要就不要做动作 这种都会发生 那这个不是 像NVIDIA 深层性的那种AI 因为那个 这些深层AI就是 Microsoft Google However是NVIDIA 像Meta 他们这些 因为他们主要还是靠Data 在赚钱 所以他们需要这个 这个processing 但是 属于硬体化的AI的话 生产机械人 刚刚讲的那种外科手术 一式外科 那外科怎么样 外科医生 比方说我捡一个最简单的 外科医生 因为我学医学 是 积水开导 所有的积水开导 都永远有风险 一直跟你讲 这没有你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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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积水很细腻 你拿人的手去的时候 你 人类的手在套用 素语叫做ANADOVA 就是连续性的 所以你开刀 你没有办法感觉到 病人怎么样的问题 等到开措施来不及 但是 AI是数位化 数位化一格一格 他看到有问题 赶快说 人的手不能说 那举一个例子 开刀最麻烦的 以前就是社会 开刀 所以讲因为血管太多 那你这个医生 要一条一条 make sure你没有 触到血管 办法一大堆血 但以后你用AI来开刀的话 他他就一定可以 很清楚的 我这个刀子下去的时候 这条是血管 我不能动 这条是声音 我不能动 这条是肌肉 我可以动 他会有这种reflection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 开脊髓 医生就不用动作 他看screen 对不对 那个他没有 前面有screen 看怎么样 不对 我赶快停止 或者是这种机械人 可以瞬间停止 人的手没有办法 我以为怎么怎么瞬间 就下去了 对 所以像这种脊髓开刀 脑部开刀 AI将来帮忙很大 所以像董事长刚刚这样一路讲来 就是说AI真的无所不在 在很多领域都可以用 但它有一个前提是 AI要先平民化 对 是不是 它才可以达到无所不在 成本要低 那这是粒基电的最好机会吗 好 我先跟你讲这个技术 现在大家要谈3D的跌的技术 其实全台湾最早发展3D的技术 是粒基电 有跟台电合作 那如果你把两个chip叠在一起的话 你就不用 像NVIDIA为什么会那么贵 NVIDIA的chip 台铁帮它做一颗chip 卖它500块 它四颗折起来再加一颗 无论卖你20万 对不对 那中间什么 中间有很多那个 说high performance memory HPM 那很贵 那很多 但如果我们用跌的话 就不需要high performance 我们的memory速度 会变得很快 编位是变得很大 所以这个技术就是说 因为台铁在做2D的expansion 做三奈米两奈米 非常昂贵 因为它线做得很细 但你如果把叠在一起的 你往上发展变成3D的话 你就可以不用那么细微的线来做 所以你的成本降低很多很多 所以公司现在的这个3D AI加速器 就是把它堆叠 但是让它 3D AI computer 就是我们公司的专长 而且据说 碰过的人就是看那个实验 是完全不热 对 不会热 然后功耗又很低 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作为代工公司 全世界只有历经是 有memory跟逻辑 可以结合 很多公司代工公司 memory是不可以 我们是把两个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特殊的能力 而且做的发展很多 跌很多层 然后有专利 对 然后做的它不会很热 而且价钱便宜 对 是7奈米的 十分之一还是多少 可能到达一百分之一 一百分之一 可能 哇 而且随着未来的量产等等 有可能价格会再更低 对 那可以使用的领域跟产品也就更多 对 我刚刚讲的 十分之一到一百分之一都有可能 哇 所以便宜 那你 像我们做那种 AI computer chip 一片 就是三千克 也不是那么高档 四十四奈米 或者四八奈米 那一叠一叠 那成本没有都很贵 所以想要问董事长 你之前在访问的时候 有特别提到说 特别看好台湾在AI产业的这个位置 这个角色 是为什么呢 两条路 OK 黄仁勋 做了一个很 对台湾很大的冲击的事 他第一个 就配到台湾来 然后宣布AI 对不对 代表说 我们是capital of AI 那这AI东西 当然是什么广达 通常受益 对 所以好 那做成AI的 ZERO 这个伺服器都是台湾做 没有去日本 没有韓国 根本连美国我也没有 这是第一个 舒适风也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台湾有chip maker 再像Cervo maker 这两个加起来 没有人可以跟你竞争 对不对 台电做chip 设计器 然后这个NVIDIA 也是台湾做的chip 他又 又把台湾做chip 做成系统 然后广达什么什么 尾创 通通通 所以已经从chip 到系统 都是台湾 全是没有结果 大多数也没有 所以 台湾就是 因为NVIDIA 这个动作 还有台湾做chip的能力 台湾应该是 AI的首都 做AI 你既然哪一个城市 有AI 美国 美国究竟 那系股 也没有AI的这种 因為西谷沒做系統 他們當然add on 因為他們微軟什麼什麼 但是那一部分本來就是他們的專長 我們是做Hardware 所以AI的硬體的首都 應該是台灣人 所以像之前很多 已經討論了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現在既有chip又有系統 那所謂的半導體去台化 根本就是個假議題 不可能去台的 我跟你講 老實講 我覺得山中文講了很多話 他心理上 這是我的quad by quad 他心理上認為去美國 不是那麼容易成功的 因為他在瓦斯頓州 一個wafer tech 其實做那麼久 是比較沒有辦法賺錢 所以他了解美國的制度 不是美國人的能力 第二個就是說 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台積電的 我們公司的 在廠裡面的工程師 大部分都是老師 都是硕士 英特爾在工廠裡面的 多是學士 而且有時候是 community college 老美不做這種事 每天穿那個跑 所以光是這個 台灣就可以 比較厲害 那他一定去美國做那麼辛苦 是 台灣所有會變成 可以講是一個半導體的首都 原因是台灣是企業性 做的速度非常慢 對我們的工程非常負責 半夜他也有什麼問題 他也來看 對我們工程 所以這個是有文化的問題 其實我一直在講 台灣所以這個地方會這麼強 就是因為這個我們的文化 那第二個文化說 台灣的台灣的這個半導體 我舉個例子 好像也蠻厲害的國家 叫以色列 可是他愛西斯去不來 他沒有代工夠長 所以我噴我以色列 以色列說 那只好我們雙方看 有沒有什麼合作 台灣是你今天在新竹 我做出去 馬上跟台灣提升 馬上請人來 馬上講馬上做 可不可以別的國家 沒有辦法 對不對 所以那也有連電又 所以台灣在這個地方 已經是沒有辦法 It takes 30 years longer 變成今天的台積聯 你要從開始 你也要take 30 years 那其中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剛剛董事長講 台灣的 台灣很複雜的一個文化 他文化就是說 第一個大家很拼 有一個程度的中程度 半導體人的中程度 台灣是比大陸強很多 大陸有錢賺就跳跳跳 那你去看 我那時候也辛苦 差一點掛掉 可是我的員工 大部分還願意留在 為這公司的奮鬥 台天那根本沒有話講 你看一對 所以第一個 他們大家對公司有個向心 這個大家很鎮真的做 當台建做二十八難民 台建很多員工都是台灣訓練所 我就知道台灣一定超過美國 他不需要美國那些偉大的學校 我們不需要畢業的學生嗎 我們不需要博克爾 什麼史丹佛爾 沒有啊 我們台大清華教大畢業拼了就可以了 所以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需要人類的努力 不是說我很聰明 我才不要幹這種事 所以解釋英特爾跟 所以英特爾是沒有辦法評估台 其實就是在這個角度上是沒有 這個台灣的人才已經到一個可以自我供應完整的 你現在 你現在要日本去做半導體 印度半導體 對不起來台灣國管理訓練 要我們的輸出 所以從某一個角度 那時候我跟小英總統講 一定要做半導體學院 做出來我們現在很有power 為什麼你日本 我要去日本做那你過來 我幫你訓練 那日本是 前一陣子我們也一直在討論 理工人才數量不足等等的問題 就是董事長覺得可以透過這個半導體學院去改善這個狀況嗎 當然 過去喔 是說 那 那我們 台大 清華什麼小大畢業 公司 但是呢 如果我們要輸出的時候 沒有能力啊 所以我們現在成立這個學院就變成全世界最厲害了 那這個學院一個特色 它是劍腳合作 那如果你沒有半導體廠你學術很強也沒用嘛 對不對 而且很多我們的員工 我們的高幹也在那邊教啊 還有其他學公司 所以我們是這個是full integrated 從學術到 場的experience full integrated 是 所以當然以臺經擴張的數在台灣人才一定不夠 因為我們的教育部 他永遠算過的啦 但是跑了在半導體學院以後就沒有過的 那我當時是中國那邊也來一直挖人 那有一天一個好朋友 他也是某大半導體公司的一個副董 說怎麼辦 我說沒關係 那我們就想辦法把其他的行業 只要念過微積分 只要念過化學 念過物理 通通可以來嘛 那是數學系啊 土木系啊 什麼什麼什麼 台積電前一陣子說中文系也可以 他看做什麼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把它訓練一下 那現在有半導體學都可以 是 我再懂一點皮毛 都可以訓練 我們除了自己的人才 我們到國外去設廠 當然還是會需要一些在地的人嘛 剛剛就說其實台積電到美國設廠 也有遇到這些文化上的問題 那據我所知 其實包括您剛剛提到的以色列啊 還有印度啊等等 也都有跟您這邊提出要到去設廠 我們很願意 我們也 第一個我們有能力也願意 去印度的 甚至越南的 日本的 我們都有能力訓練 我們也願意訓練 而且印度很多人喜歡到台灣來 對不對 因為美國去比較太貴了 現在大家都往台灣跑 所以我們有這個引擎 我們這個引擎比較特別 對不對 連大陸都沒有辦法跟我們比較 所以這個東西是未來 以我的看法 未來十年 我們還是遙遙領先 這個沒有去台化什麼 沒有這種問題存在 台積電鑫座研發中心 又有什麼2.9 這就告訴你說 那我們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要足夠的點水 對不對 人才 這些政府 不管現在下一載政府是什麼 他們都要畏畏磨醜 這個沒有這個就有大問題 那常常有前政府問我說 你們需要我們什麼 我說什麼都不需要 你該做的事 那是你政府該做的水電 對不對 環保 這些你該做 我們多了一毛錢 我都不要拿你的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這個就是台灣的 不管笨鬧地業 不管你講的 台積電 利金 聯電 或者是你講什麼聯發科 我們就是有這種競爭能力 大家要過去問這個問題 不會去台化 你只要看台灣工程社成本 競爭力 台灣還是遙遙領先 雖然說不會去台化 可是現在因為這個 現在各全球的這個地域緊張 所以大家都說這個供應鏈要分散 那供應鏈分散這件事情 對台灣會有什麼影響嗎 也不會啊 我們到日 我們將來 我們要跟日本合作 台灣有啊 台灣加上一 好好的 中央還是在台灣 那邊是有啊 你也可以到什麼印度開 可是他們永遠沒有辦法跟台積 跟我們這種競爭 但唯一可能比較高檔的就是 美國其他地方還好嘛 所以進一步可不可以談談 你們跟日本的合作 我們是確定要去跟日本合作 做289米 做3D 做AI 日本政府也是 就是原則上歡迎嘛 那至於說 最後在日本的什麼地方 目前還沒有做最後決定 還在討論 因為日本很多 我們一宣布說要做的話 有二十幾個日本的線 日本才三十幾個線 有三分之二都跑來 你們可以不來我這裡 是 因為日本比較少這種全新的在算 台電有 那是台電的廠 那我們是跟日本合作 變成日本廠 是變成日本的工業的一部分 他們以前沒有感覺到 後來我一看 你沒有AI 你沒有3D 什麼都沒有 如果你們沒有辦哪裡 日本政府舞台 好像 對喔 我們什麼都沒有 所以才就滿反應 反應我們去 因為台電是跟Sony合作 它有固定的東西在做 我們就是做一般的 側用的 AI 什麼3D 後來他們也覺得 好像有需要 這樣子 那這個是這樣 其實歷經到目前為止 想要做辦法 邀請我們去幫忙的 泰國越南 印尼 甚至一歲都有出意見 在歐洲 意大利 波蘭 立陶宛 還有法國 德國現在我沒有去過 沒有跟 這些國家呢 都來問我 我被人聽話 要怎麼評估呢 我們去日本有原因 日本是條件最優的 因為日本過去比台灣貴 現在日本的人 這個 人才沒有比台灣貴 從平均國民所得 跟消費的那個 消費的那個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台灣 大家天天吵吵鬧 政府怎麼樣 我跟你講 台灣的人的生活水準 在過去的四年到八年 台灣是從 亞洲市小龍最差 慢慢拉了 拉到 那從 如果從物價指示來講 跟香港超不了多 但台灣是比韓國好 比日本好 超過日本是 英文叫做無法了解的 但是我們是這樣沒錯 所以我現在請日本來台灣 他算一算 我自己做的 他要來 對不對 我們可以吸收 所以我常跟跟國華會講說 你們要學美國以前 人才來給 綠卡一樣 綠卡 美國綠卡 沒有當時剛才你為了 增加美國的科技的全 弄得綠卡的制度 所以你可以 那我們也應該給科技綠卡 印度人來台灣練了書 為什麼大家來台灣 第一個政府有補足 學費也沒有 到美國都貴 對不對 然後我們 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 我們文化上的優勢 我們對外國人 是很友善的國家 是沒錯 所以他們都喜歡來 所以我們這個島 還是可以做很多這種動作 來維持台灣的競爭優勢 對不對 這個台灣有台灣的 不管各個國家說台灣怎麼樣 台灣就是有這種競爭力 我很記得很早以前 台灣我們那時候是high tech 有時候去看李正輝總統 說high tech 我說現在high tech不錯 李正輝說 你這個high tech還可以維持嗎 我是報告總統 你不用擔心 以後未來20年 你還可以看劇 報告效應了 對不對 還是不明更強 但是這個政府 是把incident 在小英前的政權 並沒有comprehend 並沒有了解到 說半導體這些東西 對台灣有 會產生這麼大的 因為在那個時候的政府 大家都把電腦 把notebook都送到大陸 那時候的政府就說 台灣好像沒有incidence 沒有工業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沒電 沒有工業 所以知道這八年下來 台積電這樣做 我們這樣做 哇 電不足了 為什麼 那個時候根本沒有了解到 台灣可以自己去 這也不是以前政府 不能了解 是根本沒有人了解 台灣會強到那個地步 我也相信 蔡英文總統 他做總統 也沒有想到說 我玩台灣是這樣子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企業 我們的一切 老百姓是很拼命在做 有政府沒政府 我們都要做 是 所以我們現在做到 剛剛董事長已經說 我們AI未來會是全球首都 其實晶片已經是 對 已經是了 那可是前一陣子 不久前台積電的這個法說會 好像對於未來這個景氣 看起來他們比較覺得是下修的 那大家聽到覺得蠻震撼 可是董事長的分析好像比較不一樣 你要用多長的時間來做這個 測試嗎 台電當然他是重要的公司 六個月以內 他要講六個月怎麼樣 對不對 那我講的是一年兩年三年 對不對 是不是 好像有幾個重點 您看起來 台電下去不是台電的問題嗎 他的客戶 可能怎麼樣 賣怎麼樣 對不對 你明白嗎 那整體的景氣您認為 是不是有幾個 包括了像奧運 包括了像 都未有慢慢的 Pick it up 但其實在這個景氣面 很大的一個問題是這樣 過去一年 手機賣14億支 現在賣到剩下11億 那手機用的chip用的 Assembly實在太量太大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調整 我們以前就 慢慢的調整 但是我們那個 你看以前PC很爛 Nobu很爛 Covid-19的時候 大家都在家裡 對 所以馬上生意就好 是 所以我們還有一些 因為環境而改變 我們必須要去調整 為什麼奧運也會影響這個景 你覺得在晶片跟景氣的發展 你看為什麼面板工作 現在平衡比較 大家開始要奧運 要大的電視 要看 要怎麼樣 日本那時候是很 很衰就對了 日本那個時候 因為Covid-19 所以大家都想說 抹好 我們也是準備去日本 最近的 結果什麼都沒有 日本很衰就是 但是慢慢的也是度過這一關 但是這些東西 我認為 一個第二大因素是奧運 最大因素是烏克人戰爭 烏克人戰爭 我相信如果拜登要繼續做競選的話 他一定在某一時某日會想去幫我把這個戰爭結束掉 所以你覺得今年結束的可能性蠻高 有可能 對 那這就是拜登的功勞 陳盛 你共和黨也 民進黨 共和黨也沒做什麼 是 一定 拜登他一定會 appropriate 用這個去做為他的那個 烏克蘭戰爭最大的贏家 叫做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他一看蘇柏的武器這麼爛 對不對 蘇柏本來想說烏克蘭什麼玩意兒 我這三天就把他打下來 結果他兩天還在打 是 那把蘇柏打得斷七八糟 全身第二大軍事就想說 美國一想 這不堪一擊 美國以前反而在伊拉克 在阿富汗打得死去回來 蘇柏就打得這樣 而且他一兵一組都不發 所以美國在這件事情上 他很成功 那這什麼意思呢 美國的下一個成功 就是準備重建烏克蘭 就像以前美國 那馬修的計劃重建的話 有多少大的利益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一定會讓他發生 想盡辦法他都壓迫 這個什麼什麼 沙倫斯基 普丁一定是聽 普丁本來就不想幹了 一定會想辦法 照他的項目把它做成 一成功以後 美國企業就可以投資 投資 國會就給一點錢 大家跑到烏克蘭去重建 所以需要的錢 需要的資源都會非常非常的多 當然啊 美國要吃這一塊 都不會給歐洲公司吃 當然大家也分一塊 歐洲 但是這個如果一旦 戰爭結束 那個不得了的補免 為什麼 戰爭結束 糧食可以價格降下來 食物價也會降下來 數位就不會食物價降下來 所以通存就降下來 因為有投資 那不得了 所以我是對這個自己 我認為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變數 非常樂觀的 對 美國 人類都這樣 我沒有什麼好東西 我現在就吃這麼大塊的餅 拼下去 是 這個跟美國阿富汗打伊拉克差得遠嗎 我也沒有人死掉 我又 賣武器 都是舊武器給它消耗掉的 舊的不來 信的 舊的不去 美國開心死了 是 對不對 不過我們今天話題裡面很多談到台積電的部分 然後最近看到這個小故事覺得蠻感人的 是跟銅鑼這邊的一塊地有關 我等一下稍微解釋這個問題 對 是你要這樣給台積電嗎 對 我這個地我們本來是未來 但是無所謂 因為台建縣最大的困境是 他每一個廠要蓋 他都要很大的很長的時間去弄 然後要那個過環保 那這個時間不是說他們一定拿得到 但是我們在銅鑼的廠給台積電 他們馬上給蓋 不用 不用 所以時間很快 所以我跟台積電講說很簡單 我本來現在我的事業在上面 等到我的銅鑼廠 我part 1蓋好了你就可以拿去用 這個對台積幫忙很大 因為他現在是COA 他沒有 他現在沒有花很多東西不能賣的 是 但第二個 台積電最大問題是 你看那些台中什麼都要環保 搞到手續回來 即便高雄時間短 但其實還是花蠻久的 因為不然會被人家供應 要先弄地 但是我們那塊地是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我才會說 我們 他要什麼都要 但是他沒有辦法收短時間 這一個他可以收短時間 那站在我的立場 當然張中某以前幫忙 我也很提拔我 一句話而已 所以不是被什麼人施壓 沒有沒有沒有 完全沒有 沒有 其實政府都還尊重我的立場 包括國會 他們說有四次會打電話給我 我的立場是 如果是台電要 沒有話少說 張中某也是我的恩人 也是救我 也是幫我很多 而且是我的 mentor 是我的等於老師一樣 所以一句話 完全看在台積電中文化這邊 而且我特別感動的是你說 這不是只有為台積電好而已 台積電好 然後也是為台灣好 當然 但COVA能夠做 他的生意擴張很大 那台積電一舉移動 對台灣影響太大了 是 我認為台灣是AI硬體的首都 硬體 這個我認為 包括chip的系統 台灣都將來是 所以我們也要謝謝黃建勳 一下就把台灣定住了 對不對 把我們直接提高到這個首都的位置 對 所以他也是對我們很好 是 包括韓國沒有 日本沒有 你看這兩個高科技最炸的競爭 這個道路也沒有 也是要跟台線 所以這個等於第一次確定台灣 在這個領域裡面 未來十年 只要我們願意努力的話 我們還是會領先 是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台積電對我們認同 都是有很大的一個助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我是認為 選舉到了 每一個人都罵台灣的經濟不好 甚至有大佬都 其實不是這樣子 台灣其實還不錯 因為你現在出門去到日本 沒有韓國人 日本也不出國 就台灣人在出國 所以有一天總統 哎呀 真的真的 我說總統 不是經濟真的 是英文叫做 Disposable income 就是可以使用的錢 台灣人最多 所以台灣 有好有壞 但是我覺得 比照 比錢 還是不錯的 是 特別我感動是 因為我當年要去日本的時候 台灣跟日本差距那麼大 現在居然拉到日本 覺得台灣還不錯 台灣公司還願意接受台灣公司 你看台健在雄本 多少人要去應徵 是 但是我們不一樣 日本是半導體領先後來下來 我們有台健 我們在一起 我們不會讓台灣走下坡 這是我們該做的事 會一直往前走 好不好 謝謝董事長 這一段話 真的非常感動 讓AI 讓今天帶著台灣 繼續往前走 不會走下坡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調查報告 我是廖方潔 我們再會 我到一趟 根本上 沒有很多人 甚麼loe 西館 是 這個 我們 謝謝你 可以